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规律运动人口比例年是27.9 能有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的空间 在理性不管是在职场上 或者他的家庭上都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 那透过运动能够让他带来更健康 或更美好的生活 刚刚运动完的感想就是我现在还在喘 然后就觉得很久没有这样舒展 因为平常就是骑脚踏车或是导网球 很少做这样子有样的运动 所以突然间一连串晒 就是十几分钟不休息 真的飙汗 可是我这群女生就是很有激发你那种动力的感觉 而且大家就是感觉女生特别团结 然后感觉很棒 其实女生运动真的非常好 因为我们流汗的时候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然后你多流汗皮肤就会变好 那我相信如果跟女生说皮肤会变好 大家都会非常喜欢运动的 只要我们是说鼓励这个女性能够多多重施运动 那我们也透过运动爱台湾的一个计划 我们希望说在各县市能够推动 也让这些妇女同胞能够来参与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